在5月13日星期六的下午 我們籃球種族就連同Leslie Basketball Blog 就來到赤柱採訪由HKBAcademy 舉辦的The Ennis Cantor Lights Foundation的發佈會 當日Canta一出現 那些小朋友就蜂擁疑至要跟他猜球 更加是Q&A section直入心臟問一些超敏感的問題 Canta不停地談到他 他是一個商業 但當然是更加有些商業 所以他可以來接受他 但他不停地談到他 對呀對呀 還是不要說了 過了三個月了 幹嘛還要說Kevin Durant呢? 對吧? 畢竟Canta這次來到香港 都是為了宣傳他為小朋友而設的基金 除了幫助經濟上有需要的小朋友之外 還希望可以幫小朋友實現願望 做他們所想做的事 例如打籃球這樣呀 而除了香港之外 今次Canta也去到不同的國家 例如日本、韓國、菲律賓等等 和小朋友作交流 而說到當中的1.1滴 Canta也顯得腐愛氾濫 對呀 愛小朋友也不但 Canta還非常愛自己的隊友 例如Russell Rasbrook 一場來到香港也不忘 去黑銷一下自己的大哥這樣呀 說真的,破紀錄的42個大三元真是非常厲害 不過Kenta你也不約 好像來了OKC這三年 FG都有55%左右 作為一個射手型的Big Man 不知Kenta又怎樣看Big Man的進化呢? 你所說現在的隊伍已經改變了 現在更加面對比賽 更加三點擊球 更加跳舞 但我認為你只能做是繼續努力 尤其是越來越快、越來越強 再試試做自己的最好